大家好 今天我和大家分享一个我们运程的特色美食 豌豆姜饭 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 豌豆姜饭要用到的主要食材 这次我提前泡好的豌豆 煮好的姜豆 花生米 黄豆 还有一小把杏仁 一小块豆腐 首先我把泡好的豌豆煮熟 煮面 做豌豆姜饭 最费功夫的就是这个煮豌豆 这个豌豆 大约需要煮一个小时左右 盖上盖子 让它慢慢煮吧 切煮豌豆的功夫 我切点葱花和香菜 切好的葱花 装盘备用 香菜也切成小段 切好的香菜和葱花放到一起 豆腐也切成小碟 切好以后装盘备用 我爸的杏仁也炒熟 就这么干炒 什么也不放 炒出来的杏仁也放到饭里面特别的香 豌豆我已经煮了一个小时了 我把它盛到料理机里 要把这弯度全部打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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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二档交换着肉就把它打碎了 差不多了 打成这样的稠糊状就可以了 再擀点面 这就是姜饭的配角 好 腌条也擀好了 接下来烧点开水 水已经烧开了 将切好的豆腐丁倒入锅中 豆腐先煮一下 它就定型了 吃起来也比较紧致 豆腐煮上一分钟就可以了 再将各种豆子倒入锅里 水再次烧开以后 倒入打好的豌豆 用勺把它慢慢的划匀 锅里已经开大滚了 现在把切好的面条下入锅中 这个豌豆黄里面煮面 要多煮几分钟 因为豆黄比较粘稠 所以面条要多煮点时间 已经煮了六分钟了 关火 将做好的姜放 放到另一个火上 现在我把葱花和香菜 炒一下 加入适量的咸盐 再来一勺五香粉 将它炒匀炒香 炒好了 关火 将炒好的调和倒入锅中 最后倒入炒好的杏仁 把它们搅拌均匀 这个姜饭呀 就是汤锅面烧 汤特别香 好了 关火 这就算大功告成了 豆香浓郁 老少杰仪的豌豆姜饭 就做好了 老张 味道怎么样了 哎呀 就没有人家婶做的那好 哎呀 我露宋一样吗 怎么还没有她过的好 是你吃的雕了 你运成了姜饭临风座 肯定是有点差吃吗 可以 跟谁也比较 咱们老年纪晚上吃这么一口 特舒服 是 胃里挺舒服 你这吃几碗吧 今天 吃两碗 吃两碗 你看我这 我就吃一碗 看我这一碗 还又 丑乎乎的 吃到嘴里就感觉 就特别多 就那个豌豆沙 颗粒感特别 明显 我看你吃的也不是香吗 没办法了 老妈做下了 就这了 你说好吃不好吃 说心里话 还可以 今天做的这个姜饭 是我小时候常吃的 现在吃上这么一口 能想起以前好多的事 满满的回忆在里面 香喷喷的豌豆姜饭 大家学会了吗 这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咱们下期再见